各位标迷 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趁着标迷未放工上来的朱仔 朱仔介绍我今天第三只要介绍的手标 在介绍手标之前 我想跟大家谈谈 大家知不知道瑞士製造 究竟是含金量多少呢 怎样才可以打造瑞士製造呢 由提到瑞士这种字的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呢 是不是瑞士鸡翼呢 还是瑞士的手标呢 瑞士製造的瑞士手标呢 究竟要符合什么要求才可以打瑞士製造呢 我今天想介绍这一只瑞士製造的手标 朱仔一般都介绍日本手标 今天有点踩过界 因为实在太划算了 那我就要将这只手标呢 介绍给大家 瑞士製造呢 原来要符合了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 生产成本呢 要达到60%或以上 是的 在瑞士製造的 那就是 这个呢就是100元 如果100元的生产成本呢 就要60元或60元以上 的成本是在瑞士製造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呢 瑞士製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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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製造的瑞士製造的 才可以打瑞士製造的 而第三呢就是呢 组製造的呢必须在瑞士製造的瑞士製造的 第四呢 生产者呢 最后的检测呢必须在瑞士製造的瑞士製造的 它是一个Fashion Bank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 瑞士製造的 瑞士製造的 这也是 也就是珠仔比较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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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它上面呢就是有这个 这个 12点位置就写了CK 是吧 Calvin Kahn的品牌 6点位置写了 Swyse May 是的 瑞士製造的 而这个 玻璃呢也是一个 球形的玻璃来的 内球形的玻璃 有一点点的标面 那标盘呢 那个Dial呢 都是 远边呢 都不是平的 都是弯了下去的 都是有一定的造工的 虽然呢它就不像Bambino 之分针之秒针会弯的 但是呢 它都挺漂亮的 那提到Swyse May 大家 就会想了 会不会很贵啊 瑞士製造 是吧 大家熟悉的 虾仔都几千元 那呢 G仔今天 就颠覆了你们的概念 一只CK 瑞士製造的手标 那呢 最后才告诉你 价钱 先讲了颜色 颜色上面呢 它就是一个银白色的标盘 一个太阳的放射性纹 有些条纸暗纹在里 拉近一点 大家就会 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呢 这个标面很有质感 大家看到标面有质感 另外它有三个小圈子 这三个小圈子又有另外一些纹路 所以它做出来 虽然很清的 但是呢 亦都很有层次感 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纹路 刚才我所说的标面不是平的 而我所看就是弯了下去 再加上这个来球面的玻璃 玻璃的玻璃 玫瑰金色的外壳 衬托了这个玫瑰金色的 拉远一点点 focus 对了 衬托了这个玫瑰金色的 时分秒针 加上这个 玫瑰金色的标圈 好漂亮 总是用了玫瑰金色 总是觉得高档次一点 不知道大家觉得不觉得 我就是因为我自己 比较喜欢玫瑰金色 好了 好了 看看这三个小圈是什么 下面这个小圈 先按一下标关 下面这个小圈就是一个 秒针盘 然后呢 这个 四点位置就是 白盘黑字的日力枪 白盘黑字的日力枪 而这个 Chronograph的基心 这支当然是计时码标 这两个也是计时附在用的小圈 小标盘 我试一下 计时 上面标关就放在三点位置 上面也有这个CK的字 它的品牌 那两点位置 我们先按下这个按键 两点位置就是 按了之后 那支计时码标针就开始起动 作为计时 这个计时针呢 那这里小盘呢 2点3点位置的小盘 转一圈就为之一秒钟 而这个计时码标针呢 转一圈就为之一分钟 那这里呢 右边这个就会跳一格的 是的 那就是这个计时码标盘 ETA的基心 ETA的基心 那好了 ETA的基心 瑞士基心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是标为 那刚才是START STOP Chrono 就回头了 这个就 哇它伏了一声就回头了 那支转一声就回头了 很快的 转一声就回头了 那好了 START 那它同样可以分段计时的 STOP 那现在呢 其实没有停 去回头了 是的 它会追回的 跟日本我们玩的那只 熊猫呢 一样的 精工熊猫 都是这样的基心 唯独是不同的就是它回头的时候 然后呢 很快的那支针 一声就回头了 好 伏了一声就回头了 START STOP REZET 是的 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做了5ATM的防水的 这支标 就用了一个拉推罐 没有做到螺旋式锁标 始终是一支斯文的标 就不是潜水标 这支标 剔起它之后呢 我们试试向下转动 比较紧致的 瑞士机心 还是瑞士机心 都是不同的 向下转动 就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按回去 半粒就教入力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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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手感 按回去之后呢 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夜光 现在我们忘了腾涛 大家看看夜光功能 时分针是有夜光的 秒针没有 黑度都没有做的 有个简约的设计 你看到它黑度 都是做了一些很幼的条纸 斯文的标 襯托了这个啡色的中啡色 标带都挺漂亮 没有纹的中啡色标带 也都没有车线 平脚的 做了 1 2 3 4 5 6 7 8 8个标 标孔 如果手有的标带有机会要打标孔 不过不要紧 猪仔那里是有得打标孔的 不论左吨店 例子各店都有得打标孔 用了皮的油环 襯托了这个玫瑰金色的 针扣 上面也写着 Calvin Kahn的CK 标底方面 我们先看看标底 标底都写着了Calvin Kahn的 写着了Swiss May 瑞士製造 All Stainless Steel 全北瘦钢外壳 Water Resist 5个巴格防水 不是花了 有个标膜在这里 主制是没有灭 有些标迷经常说 是否花了 不是 绝对不是 放心 好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标学其实也有趣 它是车车车车的 看上去标就没有那么厚 所以 我计算一下 尺寸给大家看一下 我提前看的 标准是42.8cm 标准是42.8cm 我先量一下 是的 42. 是的 42.6cm 是的 42.6cm 直径 而厚度呢 12.4cm 但网络就没有那么厚 因为是斜斜的切了 那那凹 看看凹凸是多少 凹凸 凸凸凸 这支标呢 这支标呢 看下 收拾一点 这支标呢 44.4cm 所以这支标呢 就不会很大 整支标的重量呢 只是64g 是 绝对不重新的 这支标是 那标带的宽度 先看看 标带的宽度是多少 标带的宽度是20 好了 试一下拼上去给大家看看什么感觉 一支 CK的牛皮标带 继续手标 做工也挺漂亮的 也挺不错的 搭配了我今天 一件黑色的卫衣 也挺斯文 挺漂亮的 这支标呢 就 猪仔推介多少钱呢 一只瑞士製造的手标 Swissbay 用了ETA的机芯 ETA G10的机芯 究竟是多少钱呢 还有一个精美的 Kelvin Kahn的标盒 都说是Swissmay 这个盒子应该不是Swissmay 但是他照射了Swissmay 还有menu 齐了 好了 猪仔推介多少钱呢 有回一年保用 猪仔推介 石鹰的继时机芯 继时马表的ETA 680元 680元 猪仔推介680元 你没听错 680元你买到一只 瑞士製造 ETA的石鹰机芯的手标 非常之超值 猪仔有一只现货 如果有兴趣标迷 星期二三我还有三只 这个小三圈 喜欢这条片的标迷 就记得给个赞 猪仔 猪仔会找更多好标介绍给你们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订阅 按一下 下次再有新标出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你 有兴趣就不要犹豫了 680元就买到 Swissmay Kelvin Khan的手标 真的很适合 好 喜欢这条片的标迷就 尽快找我 多谢